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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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繼續前進吧 這種程度的血算不了什麼 阿貝多 旅行者,派蒙 看來你們已經想好故事了 對呀對呀,你呢? 需要再給你一些時間嗎? 不用,我也想好了 先來後到,我要先說 好啊,請 我開始了啊 從前有一個邪惡的學者 抓著山上的片片花 進行改葬 這些片片花,帶著痛苦 變成了人的樣子 站在山路旁,等著過往行人 只要有人理 他們就會問對方一些問題 例如 我是誰,你是誰 如果回答錯誤 就會哇的一聲被吃掉 嗯,真可怕 什麼呀 你們完全沒被嚇到嗎 不許挑我的毛病了 你要是不滿意 就自己想一個嘛 也就是說 身為兇手的片片花 完全取代了被害者 那接下來片片花 就要進城了吧 變成普通人的樣子回到家裡 把他們的家人統統吃掉 嗯 明明是我開的頭 我卻覺得好可怕呀 不錯的故事呢 我能記下來嗎 下次跟人聊天也許會用到 你是想拿去嚇唬人嗎 嗯 竟然好壞呀 我的故事比你的故事要長一些 最早 要從一個煉金術士說起 偉大的煉金術士 創造了一號 一號帶著他的驕傲 完美地融入了普通人 誰也不會想到 身邊這個朋友 竟然是人造人 然而 一號並不知道 在他誕生前 煉金術士還進行過許多次試驗 有些失敗的殘刺品遭到遺棄 可他並未死去 失敗品二號 被巨龍吞入腹中 跟隨龍一起留在了雪山上 直到許多年後 他因為某種神秘的龍之力蘇醒過來 他看見雪山上各式各樣的人 以及那個 神奇地融入了他們的一號 二號從未想過 他們這些試驗品居然能完美騙過所有人的眼睛 人們接納一號為朋友 親切地稱呼他的名字 而那正是二號想要的 所以 二號想要替代一號 成為那個幸福的人 嗯 我 我突然覺得好冷 好嚇人 二號展開了他的計劃 他偷來一號的書本與筆記 研究一號那些 繼承自煉金術士的學識 他很聪明 學得很快 隨後 他改變了自己原本那張臉 變成與一號完全一樣的面孔 又找到一株能夠擬太的雪山植物 使用龍血和煉金術改造它 二號將自己變成與一號完全相同的模樣 又製造出了第三個個體 三號 嗯 三個 但不同的是 二號想要成為真正的完美之人 於是 他抹去了自己和三號脖子上 象征瑕疵的印記 要我說的話 抹去印記 可能只是下意識所為 他太過渴望成為完美之人 以至於忘記了 人類本就因不完美而生動 二號的計劃非常周密 三號負責吸引注意力 等一號處理掉三號之後 身為威脅已經消失的一號 必然會陷入松懈 一號落單的時刻 就是二號動手的最佳時機 除掉一號 他就能成為唯一的那個個體 他會神不知鬼不覺的 替換掉所有人記憶中的一號 寄成一號的身份 住所 衣物 保健 名字 和朋友 而人們並不知道 他們昨天與今天 見到的竟然是兩個人 好嚇人 好嚇人 好嚇人啊 我再也不要相信別人了 但就在二號實施計劃之前 有個特別的陌生人出現了 二號嘗試與他接觸 卻發現他能隱約感覺出 自己和一號有所不同 怎麼 被嚇到了嗎 後來呢 那個陌生人怎麼樣了 當然是被二號 列為了計劃中的一環 對二號來說 必須除掉的人又多了一個 就像是院子裡的三株玫瑰 外觀完全一樣 三株中只有一株 是不帶毒刺的優質品 剩下兩株 都是長有毒刺的劣等品 而在這世界上 只有照顧他們的圓釘 能夠分辨出哪一株才是優質品 人們不喜歡帶毒的植物 唯有完美的玫瑰可以賣出高價 劣等品想要掩蓋自己不值錢的事實 就要用毒刺 除掉原地 二號也是這樣想的 所以他躲在暗處耐心的等待 也許再過一會兒 他的機會就要來了 他會成為真正的人 好壓抑的故事 後來怎麼樣 二號成功了嗎 我都不敢想了 幸好故事只是故事 不會成真 二號在這個故事裡 也沒能取得成功 但在雪山 你們不能放鬆警惕 用肚靈的力量和血肉變異而成的怪物 也能算是萊因多特的造物 跟我沒什麼不同 你們要小心這類生物 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說 沒關係 我知道自己的來歷 你我同為異類 在你面前 我無需掩飾真實 只不過有時想到煉金術 是如此偉大的學問 會有些無奈 作為他足大地的生命之一 渴望掌握命運 渴求創造的我們究竟有多傲慢 旅行者 創造是傲慢的行徑嗎 如果不是 那我們為何稱呼掌控我們 創造我們的事物為神 如果是 那我們又有何資格 去自居創造者這一身份呢 我們的敬畏和尊重 究竟要做到哪一步 要用到何處 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不過 偶爾想起這件事 會感到一絲悲哀 阿貝多 喂 旅行者 你在這裡嗎 咦 安伯的聲音 果然在這裡啊 旅行者 我們是來替賽劉斯先生傳話的 山腳營地那邊有重要的事 你也一起去吧 東麗營接近尾聲 就算是掛名教官也得就位了 我們得走了 阿貝多 先再見了 去忙吧 我這裡還有些事 就不陪各位下山了 沒關係沒關係 最近上下山都很順利啊 準備好就出發吧 別讓營地那邊久等了 咦 這個人是 我來介紹一下 這位是喬瑟夫 是喬爾的父親 爸爸 這位就是我和你說的旅行者 之前幫過我好多好多忙 這次還陪我一起對選人呢 喬爾都和我說了 真是太感謝你了 是啊 這真是天大的好事了 等等 塞料斯會長怎麼在偷偷抹眼淚 帕拉德怎麼也在這裡 這次帕拉德可是大功臣啊 帕拉德 你還是自己說吧 我記得那時天氣不錯 我預感自己將要有好運氣 就堅信著自己的理念 往危險的地方去 因為 越危險的地方 越有寶藏嘛 怎麼聽開頭就感覺不靠譜 可我才稍微離隊行動了一小會兒 不小心就失足從山坡上滾了下去 哇 該不會是因為和我在山上見了一面 就被我的倒霉傳染了吧 我無意中摔在一個平時不太走道的地方 還受了點輕傷 正在感慨自己運氣差到了極點 然後我就遇到了聽見聲音跑出來看的喬斯夫先生 哇 簡直是誤打誤撞啊 我當時以為他是冒險家協會的人 也是來參加活動的 聊了幾句才發現 好多事情他都記不得了 連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哪來得及想這些來龍去脈啊 雪山上太冷了 我趕緊催他跟我一起翻山回營地 有什麼事等回來再說 回到營地 我們見到了喬爾 喬爾一見到他就愣住了 跟著大叫起來 爸爸 他就是在這個時候 突然回忆起一些事情的 直到現在 我的記憶都還沒有完全恢復 但喬爾和他的媽媽 唯獨他們 我不會 不 是不能忘記 爸爸 喬爾 爸爸在 爸爸在 喬斯夫先生 真的想不起其他事情了嗎 野豬公主 還有雪山上你餵過的狐狸們 很抱歉 我沒有印象了 或許是因為腦袋受了外傷 我也不清楚了 當我醒來的時候 身上全是血 就連行李也丟了 沒有能夠證明身份的東西 我只能爬進一個山洞 安頓下來慢慢養傷 在腿腳恢復點之後 靠打獵的本能才活了下來 爸爸 我真的好擔心你 沒事沒事 喬爾不哭 爸爸這次 哪裡也不去了 就陪在你身邊 太好了 太好了 說起來 我就是從 在山上遇到班尼特之後 才變得比之前更倒楣的 我就知道 我 我真是 不不 我是想說 要不是因為這樣 我根本就不可能在這麼大的雪山裡 遇到喬瑟夫先生啊 再說 我們不都安全回來了嗎 所以你也別自責 運氣這種事 差到極點 說不定就會引發奇蹟呢 巴拉德 你這傢伙 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會說話了 啊 是嗎 是實話而已 啊 對了 我要謝謝旅行者姐姐 還有賽劉斯叔叔 優拉姐姐和安伯姐姐 大家都很照顧我 我非常珍惜 這一段時間 不過 雪人離開雪山就會融化了吧 沒有辦法一起帶走 好可惜 這我倒是有辦法 稍等一下 啊 優拉 好了 喬爾 收下這個 這是煎冰的粉末 只需要加在你的雪人裡 它就永遠都不會融化了 哇 是真的嗎 太厲害了 優拉姐姐太厲害了 爸爸 我也不會融化的雪人了 太棒了 我實在是不知道 要如何感謝各位了 謝謝各位 謝謝 爸爸 我們一起去搬雪人 現在就去好不好 行 那各位 我就先陪喬爾去玩了 我們改天見 好 好 好 嗯 我和帕拉德 也該再去談一談冒險過程中的紀律問題了 唉 塞 塞流司會長 我這算是 監工補過 監工補過 大家慢走 好 對了 我也做了這個給你和安伯 拿著吧 就當是冬天的紀念 真的可以嗎 對優拉來說 這是很重要的東西吧 你這傢伙 這種時候就不要說那麼多了 哇 接下來我們的雪人也不會融化了吧 太好了 你好好收著就行 不用客氣 那麼 我和安伯還有事要處理 先告辭了 嗯 回頭見 他們走了 總覺得最近 大家都有自己的事要做呢 啊 說起來 我們在雪山呆了那麼久 卻還是忘了找阿貝多幫忙 做那個把果子變成果汁保鮮的機器 嗯 要不然還是讓蒂馬烏斯想辦法吧 誰讓他看起來最好說話 蒂馬烏斯 是旅行者和派蒙啊 有什麼事嗎 等等 看你這有所圖謀的表情 該不會還在想那個奇怪的要求吧 蒂馬烏斯 你會幫我們嗎 旅行者說不用 那就不用了吧 畢竟這個要求怎麼聽都很奇怪啊 不行不行 沒有這個 我的日落果就浪費了 可我研究這種東西的時間 都夠幫你採十次果子了 研究哪種東西 又見面了 阿貝多先生 來得正好 是這樣的 派蒙想要一個能把果子變成果汁 同時又能為水果保鮮的機器 這也太 很重要 如果能發明這種東西的話 我們就再也不用擔心水果腐爛了 不可能啊 把果子變成果汁不難 把果子變成果汁不難 保鮮比較難辦 如果只是希望水果不腐爛 倒是有不少辦法 對吧 旅行者 脖子 怎麼了 我脖子上有什麼東西嗎 看你的表情 還以為是我剛開了什麼惡劣的玩笑呢 阿貝多 你剛才說的防止水果腐爛的辦法都有哪些 比如說 把水果埋到雪山上 終年不化的雪堆裡 那不就吃不到了嗎 你可以住在雪山上啊 不了不了 我怕冷 或者把那些果汁交給我 我幫你帶去雪山 不過你怕冷 那就要派其他人來去果子了 這份差事非你莫屬啊 旅行者 如果是別人去拋腿 聽起來可行度很高呢 要不就這麼辦吧 果汁埋在雪山 保值期是變長了 相對的 發芽長成果樹的可能性 也不是沒有 也許你下次來的時候 那些日落果已經變成果源了 你可以給那些樹木澆水施肥 等他們接果 你就有新的日落果了 不要啊 那要一來 我們不就變成圓釘了嗎 本末倒置了啦 是嗎 我倒是覺得 當個圓釘也不壞吧 阿貝多 你幹嘛勞打我那些超甜日落果的主意 哦 你很介意嗎 當然啦 那可是難得一見的 超超超級甜甜日落果呀 不會分你的 嗯 只是日落果而已 應該是因為你手上 沒有多少同等級別的果實 才會對此感到介意 如果一個人把口袋裝得滿滿的 他的心靈也得到充實 就不會輕易陷入這種情緒了 哎 是這樣嗎 啊